嗨 不爱就散一别两宽 不爱了才是关键 在每一集里面都有方玉律师 30多年在法庭所累积的真实故事改编 再加上我们分享自己的亲身经验 分享一点不同观点 再提供你相关的法律知识 对 希望我们都越来越能爱 去爱 即使不爱就散 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找到更完整的自己 不爱就散每周24晚间8点首播 欢迎大家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对 而且每个星期也同步更新 在各大Podcast平台 你就搜寻不爱就散 让我们声音来陪伴你 嗨 欢迎收看不爱就散 我是念华 我是方玉 今年的最后一集了 了不起 后天就要count down了 兔年了 对 对啦 就是形式上就是2023了 对 时间上过得非常快 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其实是在我们不爱就散 从4月开始上架以来 我们通常讨论的 大概是伴侣之间的情爱关系 但是今天谈到的这个爱呢 是亲情的这个部分 所以想不到在你的家事法庭里面 你有处理过亲情之间的纠葛 是 是 还蛮多的 两代的多还是手足的多 我这边是手足居多 两代现在也是很多 但是手足的在这个高龄化社会之后 又更多了 是哦 我觉得手足的我有点难想象 真的吗 我们家就两个 我跟我姐感情算是很好 就是我们才相差两岁嘛 对 要小时候住同一个卧房 我第一次说 好像同一个家庭出来的 基本上对一些事情的判断选择 应该是近似吧 没有 老师 我跟你讲 我自己所看见的 手足经常出现在家中的老人 就是爸爸或者妈妈 在进入所谓的长照的时候 手足的利害关系就跑出来了 那我们先讲这个个案 也许我们很多观众 会在你的生活周边和我一样 看到这个个案 觉得就像是我听过的朋友的个案一样 对 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 天边孝子正后群 我第一次听到这四个字 真的哦 但我马上理解他的意思 对 那天边是指海外的 就是说这对兄弟两个呢 就是哥哥呢 他就是比较被爸爸宠爱 被父母亲宠爱 所以他就享有了所有的这个经济条件 然后可以出国去念书 那弟弟其实就比较不会念书嘛 就这样讲 你就会发现有个精英 经常会是家中的宠儿 然后这个哥哥呢 就到了这个海外去 到了海外之后呢 只在那边求学就业 然后结婚生子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父母渐渐老后呢 那当然可能爸爸就是妈妈 妈妈都会凋零嘛 那都是由这个 大家本来以为不够成才 或者是说不够成功 经验好多 就留在身边的 留在身边的 然后又是单身 你会发现被留下来都是那种 类似这样条件的人 那他就亲力亲为的照顾这个老父 那感情也很好 那你知道天边的孝子就是用 天边孝子有几个特色嘛 就不参与照顾 但是意见特别多 就是嘴巴特别孝顺 有的时候他可能在经济上面会分担吧 比方说分担 没有 你觉得这个case没有 没有的原因是 因为老父或这个老母 自己就会有一笔钱 因为你知道这样的父母亲 其实特别宠爱孩子 都会让自己 尤其我们上一代 都会有很多积蓄 那希望能够不要造成负担 那这个个案 这个故事里面呢 他就是这个爸爸 就是留有一笔财产 然后呢就说 我都住院都是你在张罗 你在医院 那这个财物我就交给你来做管理 那我的医疗费就从这边扣 所以我要讲的是 这个老先生没有耽误到这个兄弟 他的儿子任何一点钱 都是有自己在做负担的 但是他就是把这个钱 交给这个弟弟来帮他张罗 这些医疗上跟生活照顾 或者是看护的费用的 然后呢 这个哥哥就人在海外 当然就开始 就是后来爸爸病危去世 那就回来 你为什么在A医院不在B医院 你为什么当时没有急救 你知道好多人 你的客户是这个弟弟 对是弟弟 就是说 你就会发现这个孝子就开始讲 把那些孝顺的那一套 全部拿来讲 你当时就是没有给他 请好的这个医疗照顾 你没有给他很多的生活照顾 你没有给他买阴阳品什么 你知道就指指点点啦 所以才会有天边孝子 增后群嘛 就觉得说 我当时觉得你应该进了孝道 你都没有做到 用他的标准 那这个弟弟当然就很难过 因为其实 我刚才像念华老师说 他跟姐姐感情好 他们两个也很好啊 但是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也就我觉得有时候 上副这个事情 会带来创伤 所以就是在这个创伤里面 他潜意识 他希望找一个据说 如果当时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可以不会发生 我看到 因为他的终极是 他还不能接受 他的老父亲已经走了 这个事实 那我当然从表面看到 就是这个指指点点 这个过程 就是对弟弟很不公平 那因为所有的照顾 都是这个弟弟在 陪在身边的 对啦 而且我觉得就是照顾长一辈 尤其到 生死阶段的时候 就是可能像他哥哥 或者今天赖绿用的 天边孝子 这样的一个身份 他可能知道 什么选择是最好的 但是所有的选择呢 他都会着陆 他都会着陆在生活情境里 所以他并不晓得 这个弟弟 即使是单身 他的生活情境里面 做选择 他有他自己 别人不了解的复杂度 对 那不是最好的 或刺优的选择 而是那时候在他个人 所有的时间体力 心力的资源 讯息的资源下 他只能做那个选择 我坦白讲 这个很不容易 因为你知道照顾老人家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因为我们通常照顾小孩 会看到他长大 照顾老人是看着他衰退 并没有因为你的照顾变好 所以那个心理上压力很大 还有你在职场上 你还要不断的请假 你甚至要不要提前退休 你知道那个不是一个天偏孝子可以理解的困境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好像都觉得单身的人 那就是你来照顾父母 我有的朋友就是后来他的手足会 有给他这个经济上的支援 可是所谓的单身的人 你就去照顾父母 那个变成说他的时间 就是他第一个他随传随到 对 第二个 你时间支出最多应该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还有小孩要照顾 我们还有一二三四五 其实这个不尽然 因为单身人有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秩序 那个秩序里面 反过来讲他自己要决定很多事 他要扛很多压力跟焦虑 所以那不是说 你的屋檐下面因为你自己住 所以你就比较不忙 我觉得这好像是完全是 不能这样代换的 确实 那我发现就是说 留在老先生 就是说留在爸爸妈妈的旁边的 那个最辛苦 然后也被视为最理所当然 尤其是单身 那那个理所当然当中 就会其实是很伤害感情的 那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弟弟呢 那最后他被哥哥告了 对 他是告他 告他 就是 好 他就说 当时爸爸这个账户里面的钱 用了多少钱多少钱 你一一交代 哇 我就想说 这件事情你会发现 就是说他还要去交代 爸爸生前如何被照顾 还有医疗上被照顾 以及他每一个账上的钱 是怎么去使用的 那这件事情包括 包括有时候我们要办后事 也会从那个账上 爸爸会交代嘛 那他就认为 这就涉及到侵占 或者是伪造文书 我正好问书 他告什么罪 是啊 你看老师你就真的 法院受理吗 有啊 当然是受理的啊 地检署 那他不会请他们进 你有没有请他们 直接进入和解庭 是 所以就进入和解了 那进入和解的时候 那这个他们的和解方式 就是说 好吧 你认为哪些账 我也说不清楚 这个账是怎么样去付到 因为他就是忙着照顾爸爸了嘛 你认为有问题的 我管你讲多少钱 我全认了 我全部还给你当遗产 我分给你好了 就是说我遗产 譬如说兄弟两个遗产 分配一定是均分 就一人一半 你认为的东西变成三分之后 我三分之后都给你 他就讲一个 我买断手足之情 你的客户 他就用了这句 我这样听的都觉得很伤心 很伤心 他说我们手足感情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大家都 爸爸去世最受 大家都在丧腹之痛里面 更何况是在旁边的人 然后压力最大 包括你要不要急救跟什么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你被指责的时候 其实你不要觉得 人家会理直气壮 人家也觉得说 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做 我想请问 我很想问细节 但是赖绿你在接触 因为你的客户是这个弟弟 所以你应该也见过这个哥哥 按照你的判断 你觉得他到底真的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还是 谁爱的比较多 爸爸爱谁比较多 我们弟弟看得出来是 爸爸应该爱 爸爸跟妈妈都爱哥哥比较多 所以他把所有资源都给哥哥了 可是实际上在 爸爸在病塌之前 都一定是把所有的这个都交给弟弟 那么哥哥有时候有一个 你知道没有在旁边陪伴 以及爸爸经常透露出 对弟弟的称赞这件事情 我觉得手足在这里头 有了一个爱的计较 对 然后包括你写遗嘱 你知道我们常常在鼓励大家写遗嘱 对吧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个遗嘱的写法 光怎么样分财产 就会计算出 爸爸或妈妈你爱谁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遗嘱也蛮要小心的就是说 你看的是方法跟数字 但孩子看的是 从小到大你就是比较宠怕 你为什么 譬如说你给他 你给长孙 为什么不是我的儿子 而是你要给他的儿子呢 所以你是有处理过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想要在不爱就散 特地把这个手足之情拿来这边讲 爱这件事情其实在任何一个关系里头都会发生 所谓的比较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刚才这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最伤心的是 这个弟弟是在 人生当中对我来讲 对爸爸也好 对他哥哥也好 都是人至义尽的 但是终究爸爸去世 做了这个关系的断裂 而跟他跟他的手足是因为诉讼而断裂 可惜了 而且这两件事情 对他产生了一个不需要的一个关联性 对是的 所以回头来讲因为睡末 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说其实自己经历很多 大家这个生离死别的案例 我的故事 那很多的手足有时候官司打了十几件 我记得我还在三十年前当实习律师的时候 有一对手足就是这样互告这个遗产 你分的是门面 我为什么分的是二楼 你为什么分的是顶楼 顶楼因为可以加盖 我分的是二楼 等一下可是遗嘱有没有交代清楚 这个还可以 有交代 但是他就觉得说 你分给弟弟的是店面 对我就不公平了 所以他还可以主张吗 法院可以受理这个主张吗 因为这个遗嘱上就已经都交代了 交代了好 那他也不能告侵占 也不能告卫造文书 所以他就告什么 他就告你如果是店面 我们上来要停车的位置 对不对 那个是小工嘛 公共设施 那你知道车子停在那里 或者有那个什么叫路坝是吧 就是那个 你知道他告什么 告那个要上车子 那个陡坡上面那个垫子 请你拆除 哦 你看 因为那个是我的范围 对 就是让他拿到楼下店面的人不痛快就对了 就是我就是找别的诉讼 那这个弟弟就会告 那你分的是顶楼对吧 你顶楼多了一个柵栏 我要求这个法院去勘查 就是勘查现场之后呢 旅刊现场之后呢 我要求你拆掉那个柵栏 就是那个木头柵栏 然后官司告老板 而且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指导律师就去到那里 那个死掉是爸爸嘛 然后那个老妈妈 那样告不完 告不完 那我最后一句 在这个催末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哥哥还是弟弟去世了 然后这个哥哥就去枯坟 原来手足情 我们浪费了这么多年在这种诉讼上 我的手足竟然是终结在七八年都是在打官司 然后呢是一个过年的日子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除夕或什么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对不起 所以他撤交所有的案子 这个 我觉得顺莫听这个其实他也呼应了 我觉得刚刚賴绿讲的很好 人生一世啦 爱的关系有很多重 我们四月开始谈的从情爱关系 因为这是很多观众他在生命里面 不分年龄不分阶段 都在这个关系里面 我们以后还可以谈更多的 在新的2023年亲近的关系 或者你可以留言给我们 在任何爱的关系里面 不想散 不要走到散的那边 我们听一下赖绿 30年好多客户的这个经验 那我再跟各位提一下 这个天边孝子增后群这件事情 其实刚才那个弟弟 你只要做这几件事情 其实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 假设他是精神状况好 爸爸精神状况好 其实你有个委托书 或者是手足之间有个家庭协议书 譬如说要怎么去负担 爸爸的一个状态 是可以透过家庭协议书 或者是一个委托处理财务的 但是如果爸爸已经到失智了 或者是变成像植物人 这样之类的就是 比较严重的话 记得可以去申请所谓的辅助宣告 跟监护宣告 那这个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 就是可以 辅助人可以去处分财产 就是处理财产的时候 辅助人同意 那如果是监护宣告的话 就由监护人来代为 处分这样的财产 至少在法律上是有所保障的 那这些供大家在面对的 所谓的天边孝子症候群的时候 那么照顾者的一方 你对于自己的法律上的一个保障 在今天先祝大家2023新年快乐 刚刚我才录了一个过年的Promo 祝大家我看 思绪敏捷动如脱兔2023 大药镜 大药镜 是大药镜吗 大药镜 不错 我们公司行销同仁想到的 祝福大家我们2023准时上架准时再见 别忘了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而且冲刺我们的订阅数 大家2023再会咯 拜拜 拜拜